县佛在文化局演艺厅举办112年各界庆祝农民节表彰大会 活动一开始由在地音乐团体567表演萨克斯风 接着则由醒师团、财神爷以及罗古镇热闹开场 县长许淑华与县农会理事长江林炳 代表接受醒师摇来的凤梨与彩头象征新年好彩头五股丰收 接着则是由同时荣获全国十大省农奖以及百大青农的张嘉宏 代表农民呈现111年度南投县农业生产成果 许县长特别感谢所有的农民努力付出 让南投县农业生产种植面积以及产量一年比一年更好 未来也会成立青农创业基金辅导转型科技农业 并给予青农强力的资源和协助 借此鼓励青年回乡安居 并规划农业结合南投观光旅游发展 持续推展休闲农业以及绿色地毯旅游 让农业发展更加的多元 每一年南投县政府都会办理农民节的表扬 那当然农民节的表扬呢 特别就是要感谢所有在我们南投县从事农业的好朋友 那在南投的农业的从事人口呢 将近30% 也是南投县非常重要的基础 那感谢这些的农民朋友 除了在种植的面积也不断的在技术上面 还有改良上面都不断的在精进 所以我们非常的高兴可以看到 今年又有两位获得百大神农奖 那这两位呢 不管是做茶叶或者是做我们的这个百香果 都可以说是非常的具有这个知名度 那所以呢能够获得中央十大神农奖的肯定 相当的不容易 那另外呢 还有这个百大的青农也有九位一起来获奖 那青农呢也是我们整个农业 最未来要发展的一个根本 所以我也提出了要设立这个我们的这个青农的基金 让更多的青年朋友没有这个创业的压力 可以回到自己的故乡 那或者是来到南投创业 或者是从事农业 那将来在技术的提升 我们会透过科技农业来协助我们的农民 那现在县城峰已经在相关的政策都在执行跟拟定了 希望快速的可以让我们的青年朋友感受到我们的这个诚意 同时呢也能够安心的在南投来从事农业 农民节表彰大会中包括现议员林友友张婉慈 农委会台中改良厂厂长李洪熙 农委会农粮署中区分署副分署长洪洪毅 以及全县13乡镇市农会理事长总干事等众多贵宾都到场参与盛会 我也去办法很多一些肥料专家 然后还有配合我们的目前空派机的协会 然后想要来培育我们的农民 来让他们可以利用无人机空派机这种东西来 让他们撒农药 然后来帮助大家 那其实这部分我一直在很努力的在推动当中 那也希望我们可以再努力的来跟我们的农业出来配合 然后未来呢也很感谢大家 然后一直对我们南投尽心尽力 我们南投县是农业大县 然后也非常感谢有你们的付出 还有我们农会在地方上 就是对我们农民朋友的照顾 非常感谢 然后也希望说我们的县政府 可以对我们的农民朋友们可以更加照顾 然后更有就是有更多的福利 祝福大家在新的一年呢 也可以五股丰收 然后兔年行大运 获得今年十大神龙奖的罗振斌表示 将一柄初中 继续在茶叶发展上奉献心力 也感谢所有支持与祝福 今年非常荣幸能够得到 第三十三届全国十大神龙奖 那这一次得到这次神龙奖的 应该是加持 那我们未来的工作会更加谨慎 能够在茶叶的基本工作的上面 更加稳重的建立 及更合乎法规的工作上 然后能够达到一个认重道远的一个精神 那对于我们茶叶的好朋友 如果对茶叶有相关的知识想要了解 都欢迎来到竹山 找我我们一起来聊聊 我们的茶叶发展的工作 那在县府跟这个农政单位 然后还有县农会的支持之下 那我们开始去从农业 开始做到做这个休闲农业 那我们自己开了餐厅 然后加入了农委会辅导的 这个田妈妈的行列 然后过这个机会 让我们更多的在地的农产 去把小农跟青农的一些 这些农产的部分 纳到我们的餐桌上来 然后借着这个机会 推广出我们的在地的蔬食料理 表彰大会由南投县政府主办 南投县农会 以及中寮乡农会承办 会中除了静态展示 各乡镇市农会的农业成果 以及亮点产品之外 也在会中公开表扬 田妈妈经营绩效及有奖 中央各单位推荐的优秀农民 县级优秀农民 乡级优秀农民 县农会推广教育 即毛株共同运销优秀人员 及各级农会 届满25年及20年资深 机优服务人员等奖项 记者蔡士奇 南投市采访报道